今天開工之後的星期五 淑莉是在南投的 清淨農場報氣象喔 淑莉早安 嗨 家儒哥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淑莉氣象爬爬工 開村開工第一次的爬爬工 獻給了清淨農場 因為清淨農場在下個禮拜 就有奔羊節 而你知道嗎 這些羊都是誰管的 都是這些牧羊圈 藍寶來 在我身邊就是 清淨農場的牧羊人Danny 嗨 早 你好 超酷的 剛剛我們叫他們 要在我們旁邊的兩隻 一隻藍寶 一隻藍寶 一隻叫什麼 捷泥 是的 藍寶跟捷泥很不受控耶 就這樣跑走了 對 他們工作的時候 好啦 那這一隻又叫做什麼 這一隻叫乖乖 乖乖 乖乖好乖喔 乖乖 這個David 你要好好來告訴我們一下 是 兜兜 這些牧羊犬 牠們那個 那個血統看起來都很純正 是的 David要不要先跟我們介紹一下 牠都是什麼品種的狗 那個 乖乖牠是純種的那個 邊境牧羊犬 而藍寶跟堅尼牠們屬於 牠們來自英國的短毛邊境 短毛邊境 那牠都是純種的牧羊犬 是的 我很好奇 這種在青青農場 這些牧羊犬的工作內容 到底是什麼 然後工作時間從幾點到幾點 有沒有符合牢基法 有 我們的牧羊犬呢 其實牠們在工作時候 是協助我們牧羊人 一般在做感羊 還有做在棉羊秀的表演 對 那基本上牠們的工作就是 幫忙協助在那個 我們牧羊群換區的時候 牠們協助幫忙協助感羊 所以這些羊真的會 聽牧羊犬的話 會的 所以都要這個 羊群的這些活動範圍 還有牠們的規矩 都要靠這些牧羊犬 是的 來做的 那聽說乖乖牠很厲害 你把它教得非常好 牠也會一些特技是吧 會會一些 乖乖 乖乖來 乖乖來 乖乖 乖乖你為什麼 乖乖 坐下 你如果要跟牠握手 你跟牠說握手 牠就會跟你握手 乖乖 乖乖來 乖乖 坐下 來坐下 握手 握手 牠不聽我的 乖乖握手 來 牠手上看到有玩具 牠想撿 來就來 乖乖握手 你拿著牠 牠會想要跟你玩 牠想要跟我玩 對 聽說你就丟東西過去 牠會撿過來 對 牠會去撿 來 訓練一下 Out Out 來 準備喔 坐下 退 來 坐下 去撿 來 撿來給爸爸 過來 好棒 來 給我 然後還喜歡拔河 乖乖 乖乖還是聽爸爸的話 不聽我的話 我傷心了 我們謝謝David 不會 事實上呢 說實在的這些牧羊犬 真的都是非常可愛的 而且訓練得非常專業 非常精良 只是牠不想聽我的話 不管了啦 大人哥 來 來 妳在櫻花樹下 穿了這一桌好吃的 這又是什麼啊 來 試試看 這是我們的健勤春日宴 那我現在幫妳咬一下 這個我們最新的羊肉爐 你真是很好 吃外靠朋友 你看大人哥多貼心 知道呢 我在那個乖乖面前心情 心裡受挫 趕快這個羊肉爐的羊肉湯 好香啊 遠遠的 我說實在 我就聞到了這個湯的香味 是 難怪乖乖不理我 我們這個是由中醫師 特別調配過的 你說這個怎麼叫做什麼春日宴 對 這是整個都是春日宴 春日宴 所謂的春日宴 又是什麼名堂啊 因為我們是在 因為我們監禁農場 以前叫健勤農場 然後因為現在在櫻花樹下面 所以我們就舉辦了一個叫做 健勤春日宴 所以這個春日宴 就是在櫻花開的時候 對 然後在戶外 在櫻花樹下用餐的意思 不過不是在這個場地 是在我們的國民賓館 國民賓館外面的櫻花 是 那因為現在那邊櫻花開得少 所以你們也是有在室內用餐的 對 當然要選擇櫻花開在櫻花樹下用餐 大仁哥 剛剛喝了一口這羊肉爐湯 這羊肉湯還真好喝 來 試試看 現在大廚也在後面了 對 沒錯 來 要來為我們介紹一下 這整個春日宴的菜色 對 來…這位帥哥是 那個他叫青劍棚宴 棚宴 棚宴 大廚好 我們大廚比較害羞 大廚好 阿極師 這是我們大廚阿極師 阿極師 這些料理都是大極師 春師阿極師的菜 真的謝謝你 聽說四五點就起床 然後來幫我們煮這個春日宴 好了 那彭魚宴 親近的彭魚宴 趕快介紹一下這個 春日宴的特殊菜色好不好 這個春日宴像我們副常常有說 春日宴就是因為這個我們在 春天的時候 櫻花底下我們做辦這個 建勤春日宴 那主要的菜色除了 剛才我們看到那一桌以外 其實我要特別講的是 像是我們這個景灑 這個是我們一個 雲南傳統的料理 雲南傳統料理 的確每次來到了清淨農場 就清淨這個附近 都能夠吃到這個雲南 緬甸方面的料理 對 是的 這個所以在這邊春日宴 這個叫景灑 這個是我們雲南特色的 我們也吃得到 還有剛剛啊 這一鍋羊肉湯 實在是太好喝了 對 這個回鄉的 也是訂的 對 這個是我們的 我們從去年開始研發出來 跟中醫師合作做的 回鄉羊肉爐 回鄉羊肉爐 是的 這湯頭真的是超棒的 你知道嗎 好好喝 另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對 看到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櫻花果凍 櫻花果凍 是 這也是也是春日宴 才限定才有的櫻花果凍 所以大家 這個是要預約的是吧 是 要預約 一天只能供應多少份 沒問題 只要來我們都做得出來 你說的喔 沒有問題 我本來昨天明明就聽說 有限定分數 今天氣象爬爬的時候 就完全不限了 大家 那我就 不管大家了 大家只要預約得到 好吧 對 另外就要介紹一下 我們清淨農場的茶 對不對 對 聽說我們的茶也是呢 非常健康的 因為是純有機 對 我們是有有機認證 而且我們這個一定是 百分之百的台灣 主播可以試一下我們的茶葉 這是什麼茶呢 我們現在給主播試的是這個紅茶 麗茵紅茶 麗茵紅茶 那我們的茶葉還有烏龍茶 有清新烏龍跟金軒烏龍 這兩種主要的茶品 果然非常的清香耶 而且現在注重養生 有機茶真的值得推廣 對 喝完的茶 事實上呢 我就覺得要來吃一點甜點了 春日宴吃完 喝完的茶 吃完的櫻花凍 哇 這是我最愛的巧克力 得獎的巧克力 得獎的巧克力啊 對 大家好 我知道呢 在清新農場有一間巧克力 非常有名 對 然後呢 受到許多遊客的喜愛 是 聽說你們的巧克力 也是得到世界金牌獎 是 趕快為我們介紹一下吧 OK 那吃吃看這款黃金鳳梨葡萄乾 它是用金鑽鳳梨做的 得過世界冠軍跟亞洲冠軍的一個獎項 哇 所以吃了這個金鑽鳳梨 就是金鑽 好 除了這個金鑽鳳梨 這個是得到世界金牌獎的 是 那還有什麼呢 我們南投產茶 那我們還有一款紅玉茶的薄片夾心 那這一款得過米其林的二星 吃起來會有個淡淡的茶香味 米其林的二星 是 而且你在薄片還有辦法做到夾心 對 沒錯 這薄片夾心啊 熟利就必須說了 薄片夾心啊 事實上這個真的是比較特別的 好 來 繼續 帶人哥你不要跑嘛 你也來吃一下 來 吃巧克力 是 你知道嗎 這冷冷的天喔 吃到了你的這個世界金牌巧克力 我整個心都滿足了 療癒了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好啦 那今天非常謝謝 因為待會兒我們還會好好地介紹 其實你們這邊也有這個非常漂亮的這些呢 巧克力的禮盒 也有巧克力的下午茶點 是 我們待會兒還可以好好地來介紹一下 那麼至於天氣上來說的話 大仁哥 是 那山區好冷喔 請問一下這邊早晚幾度 如果呢 準備要上山來清淨農場了 我覺得啊 這個遇寒工作真的要準備好 對 今天清晨的溫度幾度啊 你說喔 今天早上清晨的時候只有7度 對 所以喔 這高山我們這邊海拔幾公尺啊 1750 1750公尺啊 所以大家呢 上山啊 浩中島是很舒服 對 陽光底下又溫暖 對 可是呢 太陽一下山之後 就冷冰冰了 馬上就變冷了 還好有羊肉爐台 還好呢 有這個濃濃的巧克力 好啦 那麼呢 就天氣上來說 我們從衛星雲圖啊 就要來告訴大家了 昨天晚上呢 這封面通過啊 所以呢 這封面現在呢 已經到了花東外海了 所以這封面很快速地通過 那呢 就讓這個桃園以北啊 到東半部呢 也下了一些雨 那麼當然了 下雨比較明顯的 還是在基隆北海岸 到宜蘭之間 這個雨啊 是比較明顯的 那麼呢 也因為下雨 所以今天整個北台灣啊 看起來啊就是呢 濕濕涼涼 濕濕冷冷的 今天清晨的最低溫啊 一個呢在石門 哇 石門啊 只有12.3度喔 那麼新屋也只有13.3度 那麼要提醒大家 今天呢 北台灣跟昨天的溫差 非常差距非常的大 至少高溫呢 就落差有10度之多 那麼今天呢 主要就是呢 因為封面過了 東北季風馬上就緊接著下來了 所以今天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因此北部跟東半部 上半天還是會有一些雨 但是呢 這雨過得也很快 預計呢到了下半天之後 雨啊就會緩和下來 中南部完全不受影響 所以今天中南部依舊陽光露臉 甚至呢 越往南走 陽光越燦爛 所以呢 我們還是建議了 有幾個地方的觀眾朋友啊 出門要帶傘 那就是呢 在桃園以北到東半部地區 尤其呢 甚至到了恆春半島 觀眾朋友最好都還是帶拔傘 因為呢 這個上半天還是會有雨的 那麼到了下半天晚上之後 雨就逐漸趨緩了 那麼今天呢 在溫度上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了 昨天呢 因為風前暖區 所以呢 昨天非常邪暖 高雄內門就有三十二點六度 台北啊 昨天呢 也有二十七點七度 將近二十八度的高溫喔 但是呢 今天東北季風一影響啊 今天呢 北部地區的高溫 只有十五到十八度 落差很大啊 是啊 差了將近十度啊 那麼呢 在中南部來說的話 也有二十三到二十七度 還好禮拜六禮拜天天氣就回穩了 而且一天比一天邪落 甚至到了禮拜天之後啊 這溫度啊 又回到了二十五到二十八度 左右的高溫了 所以呢 問如何呢 這天氣上的春天天氣就是多變化 對 如果大家要上山到清淨農場啊 千萬要注意保暖啊 是 好啦 問如何 追隨著淑莉的腳步 今天淑莉來到呢 清淨農場 要預告的就是下個禮拜 清淨農場有奔洋節 因此呢 追隨著淑莉 讓我們一起來到清淨 一起來奔洋 再把時間交換給朋友們加油